金龙海啸哀鸿片也今天传来最震撼的消息是什么呢 居然在台中传出有预售屋解约潮 高达三成买贵后悔了 宁愿解约任赔15%的违约金 他们要让子弹飞久一点再进场 这样会比较划算吗 这是金龙海啸以来听到最惊悚的灾情了 几天前不是还传出了量缩价步跌吗 关键在投机客 投机客都被金龙海啸清洗干净了吗 如果各位观众你要用一个字来形容 明年的房市 你会用什么字来代表呢 现在房仲的全联会选出 明年的房市代表字叫做井 为什么会是井呢 步步为营 步步小心 如履婆兵 因为今年因为打房的政策影响 让很多的住客 甚至要买房子的民众人心惶惶 甚至很多进商也开始紧张了 所以用这个井一点也不为过 那我们来看 现在根据统计 台中的预售物 77件当中 今年有24件在央行9月19号打房 这个措施之前 才出现有变成 这个要抛售槽解约的情况 所以77件的解约的个案当中 24件是在金龙海啸之后 很可能就是资金断链 因而被迫解约 或者他们认为买贵了 不甘愿宁愿赔15%也要出场 为什么会出现解约 我们看下面那张图表就非常明显了 这个图表就是刚刚我讲的台中预售物的交易解约价格情况 你要看 在今年的年度的交易的情形 平均的单价40多万 还不到50万 但是你看9月20号解约的 那个单品单价已经来到了50几万 基本上已经多了10万块了 那更别说总价 总价原本才1900多万了 现在已经到了2600多万元了 所以这个时间点就在央行的第七波 打房政策下去之后 价格翻出来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解约时这个时间点 他们买在相对高点 回头一看 年度的平均交易的总价 平均单价 或者是平均总价 都比我签约的还要低 那就代表我买贵了 买贵之后来签约之后 再出现解约的情况 哇这个现象非常喊价 你原本打房 照理说应该是把那个价格越打越低 结果现在价格约为高之后 那当初买的人 他不想当潘纳 所以赶快给他解约下去 宁可赔钱 也赶快认头杀书 所以你看 从原本签约到解约 平均的这个天数 还不到80天 77天而已 你知道现在民众也觉得说 房价怎么突然一阵涨那么凶 所以我赶快解约来求自保 甚至现在业界观察 打草房之后 解约的案件的类型 大家想想是哪里最多 就是包括了这个都市的蛋白高价宅 这个地方最多 为什么 因为通常蛋白区 台湾它的一些生活机能 或是交通机能 还没有这么成熟 所以相对来说 可能会比较便宜一点 但是问题是 现在房价的效应 已经反映在这个 蛋白高价宅上面了 你知道吗 光泽那我问你 今天你如果看到了 台中77件的解约 有24件是金融海啸之后 它宁愿赔15% 然后晚一点 等房价再下修 我再进场 他们觉得比较划算 算盘怎么拨的啊 对 所以你就知道 现在我们就看 有网友他查询 在竹北高铁区 他突然发现 7月份他查实价登录 一瓶冲到96万 将近100万 但是他发现 10月份 怎么变低了 10月份的最新的成交价 每瓶只剩下72万 来来回回 差了一瓶20万元左右 好 那我们就算了 如果我们都以20瓶来计算好了 如果你单价96万 你总价就要得花 1920万 但是如果你是用 单价72万购买的话 你的总价只有1440万 来来回 先差了480万 所以这个说明什么 今天我要是 晚三个月进场 单平就便宜了24万 整栋房子买下来 价差差了480万 结论就是 有可能是 我越晚买 我可以买到越便宜 但是在哪一些区域有这样呢 类似竹北 我们讲到的 房市每一次说讨论七都 那个第七都 草房炒得最爆炸的 就在这些地方 所以怎么炒上去 现在海水退了 怎么退回来 所以就被民众说 为什么现在出现这个解约炒情况 就会出现在这里 因为他宁可现在解约 他如果现在解约的话 如果以15%的五元金来讲的话 他顶多赔200多万元 但是你看那个价差来来回 差了400多万元 他怎么受得了 所以你看到 我今天如果解约的话 我就是赔了288万 我再晚一点点进场 同样的房子 我给他买回来 我可以便宜480万 所以聪明的人会选择 现在我先认赔杀出 但是未来可不可以赚回来 也不一定 所以这样 打房之后 出现这样的房市乱象 我认为政府单位 应该好好来检讨一下 观众 我今天旭然来到我们现场 旭然 真的台中这东西 我吓了一大跳 数字在这地方 居然三成的解约 是因为 会金融海啸 那我就问 这不会是个案吗 还是以后会有 越来越多的解约潮 大家知道 如果是买预收屋 你在合约期间 如果有反悔 你都可以解约 但是我们看到 其实反悔 以今年度来说 有三成的 都是因为金融来了 它这个海啸一出 现代令 其实让大家很慌张 第一个慌张的是 大家会发现说 我买在高价 如果接下来试矿不好 我会不会脱不了手 而且我会变盘子 因为我就是买在最高价 可是你知道 你知道你一解约 就是15%的房价 这个是直接要付出去的 你就认赔了 当然了 很多预售物 它可能有机会 不要赔到15% 但是上限15% 就是我们 用这样的数字来去预估 到底我解约划不划算 那很多的 我们刚刚讲到 有这个三成左右的 这些解案 解约的这些案件 它平均的价格都比 今年台中的平均交易价格 是高了三成左右 那换句话说 那它解约有理了 我赔15% 但是我其实买贵是三成 那它当然会觉得 那我还其实 干脆可以解 对 所以它也是担心 另外一方面 它担心说 未来如果真的 一旦要进入贷款 它会换不了 贷不到 尤其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其实总价 都相对来说比较高 那有可能是 小换大啦 像换屋族 那换屋族正好 又是这一波 现代令主要要打的对象 因为它担心 未来它没有办法 全额贷到 那对于它的资金 确实有困难 二方面呢 它买的又相对贵 那它干脆就解一解为妙 再来也包括说 它有一些物件 它可能是比较偏向在 蛋白重化区 蛋白重化区呢 通常现在有议题的时候 会先涨一波 但是议题还在发酵的同时呢 它可能就还涨了 如果它买在相对高点的话 它要等到下一波 所有的议题题材到位以后 它才会有明显的涨幅的话 它其实要等的是比较久的 所以呢 左盘算右盘算 就干脆我现在先下车啦 不要跟金融对干 那我问你 2025会是另外一波迎来更大的交污潮 这样子像台中这种 我宁愿15% 我先下车再说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吗 其实要观察的比较多 还是在重化区 因为重化区的整体的议题发展 是比较缓慢的 我们会看到说 为什么北部看起来 比较没有受到这样的影响 一方面因为北部呢 它的房价总体是比较高的 所以像这样的杠杆操作的投资族群 也会比较少 那再来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北部 相对各方面的机能都是比较成熟的 所以呢 要涨 涨不多 要跌 也跌不多 所以它的上下幅度修正不多 可是看到中南部 这几年因为有非常多大厂的进驻的议题 产业发展 甚至陆陆续续有一些交通建设的议题 其实让大家都会希望复制北部过去的模式 所以其实蛮多的资金都是北部难飘 难移去做一些投资的规划 所以这也撑起了南部 在这半年来的一个仿市状况 好 旺哲 所以一路看下来 台中居然宁可解约 子弹飞久一点 等房价下修再买都还更划算 真的是这样吗 不 这股风乱到不行 乱到连房仲全联会都要跟政府喊话 救救我们 赶快来开一场房市版的国安会议了 刚刚我们谈到说 2025年代表这是景嘛 那2020年我个人认为就是乱一个字了 因为今年房市真的是非常的混乱 所以像连房仲全联智库 现在也希望政府召开房市的国安会议 这听着很厉害 他希望怎么样 希望能够好好讨论全国住宅的问题 还有政策会议啊 所以他希望在这个会议上能够广纳建言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出现一个非常奇特的情况 在这个第七波打房之后 很多的一些住户 我到底要不要买房 我不敢下手 我买之后 第一个我买贵怎么办 再来我买到那个价差 如果这个真的那么贵的话 我是变冤大头 再来我也不想当潘纳 所以那在地点也是一个非常考虑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说贷款的乱象 我们知道过去你去银行 大概可以贷八成左右 可是现在你去银行贷 不禁得能够贷八成 你可能只能贷五成 贷个六成 那后来多出来这款项 你等于要自己再去自筹出来 那一般人哪有这么多钱 可是我已经跟运售物约已经签下去了 我签的时候 我以为我可以带到八成 这个政策变成突袭式的 后面的人就变成不知道怎么下车了 所以像很多的这些年轻人买房子 他被杀个措手不及 那怎么办 没办法下车 所以希望能够开这档会议 能够稳定房市下来 希望政府能够扮演一个 房地产是整个经济的火车 你至少给那些已经签约的人 开一条绿色通道 至少让他们可以顺利拿到房子 然后后面再往后面新规定走 前面都已经签约了 放他们一条生路 对你要给他们开一个绿色走廊 让他们能够走 不要让他们卡在这里 如果卡在这里 后面是不是跟着也会堵住了 那我问你 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现在你不能蒙着眼 一杆子打翻所有的房市 认为说我就等 我就不满 因为有一些地方 根本没有在怕你金融喊笑的 有一些地方还真的继续在涨 没有在往下跌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竹北地区 它有看起来往下跌 但是你要看 新竹也有预售物 是往上涨的 而且这个涨得非常吓人 新竹这个预售物 其他总品 平数44平 那2000年的时候 当时预售物 它的成交的价格 是1300多万 一瓶来35万 你看它在盖的途中 其实已经转手过一次了 2021年的时候 已经卖到了1600多万 当时已经多了300多万元 可是你要看 今年9月 它成屋交屋之后 再以3450万转手 来来回回 这个屋龄是零 各位 它还没有住过半年 所以你就知道 它现在已经转手两次 已经赚了2000多万元 单价来到了99万.5 所以非常的可怕 因为它还没有住过半次 所以它现在屋里已经变到 它的价格已经翻倍到了 2000多万元 所以旺哲讲到这个地方 平行时空 金融海啸 现代令都跟它无关 居然价格挺在那个地方 这不是个案 这绝对不是个案 我们知道以前古时候 会逐水草而居 那现在很多房子都 竹商场而居 现在我们观看新北 新北那个三井outlet这个地方 其实它房价 桌面房价 因为三井outlet的关系 房价这几年来 这四年来涨了将近六成左右 从原本 原本31.8万 现在已经涨到了52.7万 涨幅来到了六成五 那接下来呢 台北市的南港的Lala Point 也将在明年开幕 可是我们看 过去五年的南港房价 已经从75万 接下来要涨到118万了 涨了将近五成 将近快要一倍了 那甚至台中更不用讲 台中有几个著名的商场 包括像Lala Point 包括像台中的大圆板 其实涨幅都在七成以上 甚至要到八成的 所以我们这样讲到了 遍地要巨蛋 也是遍地都有outlet 遍地都有商城 outlet的商城 撑住这个房价 哪里有管理什么金融海啸的 而且不是只有局限于北部而已 南部也同样也是 台南的南港购物中心 每批26.6万 但你要想跟2020年相比 它的涨幅也高了六成多 那接下来大家很讨论说 那一般民众没这么有钱 我住蛋白区 我买个小宅 会不会比较便宜吗 我跟他讲不会 小宅现在也很贵好不好 你住的坪数又小 结果也是个很贵 台北市的蛋白区的小宅 可能像是内湖或是文山区 或是北投这样的情况 近五年平均也涨了 将近18到38%左右 甚至我们刚刚讲的南港地区 南港单价从54万一平 现在也要75万了 涨了将近四成 那你说台北我住不起 我住新北可以吧 抱歉 新北同样也是涨翻天 新北的蛋白区的小宅 近五年 平均涨幅也高老了快五成 刚刚我们讲那个林孔三姐 光是林孔的单价 也来到了41万 涨幅也是涨五成 所以这变成说 你政府打房政策下去之后 其实我们看 很多的案例 没有这价格没有底 所以我觉得 这样政府应该好好调整 你的打房情况 不要滥伤无辜 好 旭兰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让子弹飞久一点 是很多人可能会想要 做出的决策跟判断 问题是 子弹飞久一点 你就可以等到 更甜甜的房价吗 其实之前 其实蛮多投资客 就已经开始 要松手跟松口了 松口就针对它的价格 它有让步的空间 那松手呢 也是希望说 手边有一些物件 赶快有人来接 但事实上呢 如果飞越久 能不能期待价格往下修呢 其实我相信它的下修幅度 是相对有限的 为什么 如果我们从北部来看 刚刚也提到了 其实北部相对来说 机能是非常完整的 而且呢 非常多的重化区 它的建设是陆续到位了 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最常讲的零三弹 零三弹 大家如果现在真的去 林口看房市 昨天才在跟我们 林口的房仲来讨论 他就说不得了不得了 他有客户现金要来收获啊 那代表说其实 钱还是有人有的 那有钱支撑的地方呢 基本上 你不用怕房价跌了 不怕房价跌 而且它其实呢 代表这基础的建设啊 利多都到位了 刚刚我们讲林口 它有三井凹类 你说三井凹类 是怎么样 大家很期待的这个建设吗 其实哦 只要钱潮 人潮都到了 你在市场上面呢 就会有一定的 机能性跟支撑 那陆陆续续 后续可能还会带动了 其他的产业的投资 所以我们会说 从多方面的角度呢 去看这个区域 到底有没有机会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登天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巨像还有优秀的 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五七暴新闻